民进党前副秘书林非凡在8日批评 柯文哲不敢回应重启服貌的话题 是扭曲太阳花运动的主轴 而太阳花运动的核心就是反对服貌守住台湾 他也批评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黄国昌 选择抛弃自己曾经参与创立的政党 去投靠柯文哲 林非凡指出柯文哲意图把太阳花运动扭曲 只为了反黑箱而不反服貌 这是最遏止的分化 也是最低劣的扭曲 至于黄国昌除了负荷柯文哲扭曲太阳花运动的主轴之外 更说太阳花从来不是要成为掌权者的附优 为掌权者擦肢抹粉 更不是要警报民进党大腿的运动 但黄国昌选择抛弃自己曾经参与创立的政党 去投靠柯文哲 甚至不惜扭曲当年反服貌的历史 同样的话他应该送给警报柯文哲的他自己 日前有媒体爆料 民进党立委林依锦介入一对国中教师的婚姻 导致南方和原配分居是长达三年 林依锦昨天受访时再度的驳斥 说这是莫名其妙对女性的污蔑 现在已经委托律师搜集资料 将对五党级立委候选人李全教提告 林依锦昨天下午陪同赖清德车队扫街 车队特别行经对手李全教竞选总部前 前倒车大声攻狂呛对抗黑金 李全教竞选总部前的民众 高举双手比倒战火药味十足 林依锦表示这就是莫须有的指控 而且是对女性最大的污蔑 对于女性工作者每次都用这种泼脏水的方式 选举选到这样真的是很悲哀 他说应该可以就政策地方建设 做辩论或者讨论 但不应该用这种个人道德上的抹黑 并且说他会告李全教 但您看到的是在苗栗的造桥 有一间烟火厂在八日晚间发生火警 疑似是工厂外面堆制的爆竹原料 起火燃烧还传出了爆炸声 而锦销到场之后是紧急的布线抢救 所幸火势只有延烧到附近的杂草树林 没有波及到厂房还有成品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了解这起火警是发生在昨天晚间9点多 烟火工厂厂外堆放的爆竹原料突然起火燃烧 还传出阵阵爆炸声响 并且冒出白色强光 辽历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刻出动到场抢救 初步调查火警燃烧面积约12平方公尺 周边波及的树林区域约1000平方公尺 但是并没有波及到厂房以及成品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V仔像我们常常去到一些景点 都会有一些装置艺术 那如果像你要拍照的话 是不是就小心说尽量不要去 让这个装置艺术破坏比较好 但是最近就有民众职集有几位大妈 他们就是他上面就写了禁止攀爬 但是几位大妈还是爬了上去 结果一爬上去就把他弄断了 那博二就表示将会针对损坏的维修费用 向大妈们赔偿 只见画面中两位大妈一个站着 一个坐着 下一秒就悲剧了 高雄博二艺术特区有一处装置艺术 椅子月布 是不少游客的拍照景点 没想到近日有民众职集几位大妈 竟不顾禁止攀爬标示 硬要爬上椅子拍照留念 导致椅子隐身断裂 甚至还有网友录下 事后大妈还拿着椅子残骸 在研究如何装回去 网友看了也纷纷表示 有够没水准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可以让民众触碰的 但是我们都会设置警告 相关的警示标语 严禁民众攀爬或攀登 除了维护民众的安全以外 也希望同时能够保护 户外装置作品的完整性 新北市海山警分局 昨天接获通报 有民众要和诈骗集团车手 面交款项 警方是立即和民众来合作 将车手约到板桥住家附近 当场捕获了一名车手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人还在逃 而现场追砌画面也已经曝光 诈骗车手发现被警方埋伏 开车冲撞远近和针锋车 在转路旁的小客车 惊险的画面发生在新北市板桥区 8日下午1点多 海山警分局获报 有民众走诈骗集团盯上 打算在怀德街面 交100万现金给诈骗车手 就在两名车手要驱款时 发现警方埋伏 随即开车冲撞逃逸 警方当场逮捕28岁林姓男子 那一名车手开到大同街后骑车逃逸 而遭波及的小客车牛驾驶 借爱车走壮 则无奈打电话喊 我跟你说我车被撞烂了 接着把焦点拉到日本 日本的石川线在日前 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 再加上海啸袭击导致当地的道路是摊坊 有很多地方是对外界失联的状态 救难队也没有办法将物资送进灾区 不过日本却有网红 在这个时候还要前往当地导弹 宣称要送灾民们勤去自卫带 引起网友咒怒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一对在社群媒体上面 拥有7万名粉丝追踪的网红 跟着挺进位于石川县的灾区 然而日前他们却发文表示 在他们所带来的一系列救援物资当中 包括了300枚拥有各种颗粒款式的 男性用自卫弹 宣称是为了防范灾区出现性犯罪的行为 不过针对网红恋人肥姐的行为 底下的网友们纷纷公开炮轰说 你们有想过灾民们的心情吗 不过网红强调 他们还有从仓库运送其他的物资 并不是只有攜带自卫弹而已 注意